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3日 今天要講這宗新聞 本身我今天準備了講蒙古的問題 大家知道蒙古最近發生了一些蘇聯 我從歷史角度去探討蒙古的問題 但是在WhatsApp群裡面 我很多朋友都很熱衷討論另一宗新聞 包括一個群組裡面 有梁芷珊、于飛、徐少華 他們也在討論這宗新聞 他們說的角度又不同 有些是從傳媒的角度 新聞學的角度 今早我的太太 跟我說她知道這宗新聞之後 很想聽聽我怎麼看 叫我公開討論一下 給一些分析 我想了一整天 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講 就是關於一個商台的DJ 叫做細蘇 細蘇40多歲 1979年出生 1979年出生 網上介紹她是一個素食主義者 素食主義者一般來說 慾望應該比較低 但是她似乎 慾望非常高 為什麼呢? 話說她結婚多年 育有兩個小朋友 跟太太在人前非常恩愛 但是現在被踢爆了 《蘋果日報》一連多篇的報導 說她一直外面有外遇 出軌 而出軌的人數 至少是多過一個人的 至少知道 後來發現到原來她過去兩年半 長期跟一個KOL 一個網紅 叫做Maisy 為什麼? 趙太跟我說 因為 原來趙太跟蹤Maisy的消息很久了 她說一些育兒的資訊 一些健康的資訊 如何保持身體 所以很多女士都喜歡看 Maisy也是結婚了 而且也是育有兩個小朋友 她先生是一個中醫師 她們維持了兩年半這段不倫之戀的關係 現在最後終於爆出來了 而爆出來了裡面又很骯髒 比如說細蘇將病傳染給Maisy 而細蘇所染的病 據她自己所說 是跟Maisy之前的另外一個外遇 是惹來的 而Maisy也因此身體受到創傷 也暗示自己可能因此而墮胎 所以這宗三文錯綜複雜 如果可以說的話 可以在很多不同的角度學術一點去分析這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層面的分析 可以從心理學去解釋 有幾位心理學家 前幾年做了一個心理學研究 他解釋為什麼在一個戀愛關係裡面 被背叛的人 有些人會選擇原諒對方 從心理學去解釋 原來在測試裡面 有兩批人 一批人是原諒對方的 一批人是不願意原諒對方的 一個情景測試 在不願意原諒對方那批人裡面 他們對被背叛的記憶 是會深刻很多的 甚至乎曾經被人背叛過 只要被蛇咬 十年就怕草城 被背叛過的人很多時候有陰影 這個陰影甚至乎會造成仇恨 會往往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甚至乎一輩子 所以如果不選擇原諒對方 你的記憶會比較深一點 相反 如果你去選擇原諒對方的話 根據心理學的分析 你的大腦自動會產生一些功能 就會將你被背叛的記憶模糊化 就會輕描淡寫 這個可以很合理地解釋 由於你選擇原諒對方 放下了 你選擇原諒對方 你天天都要對著伴侶 天天對著曾經背叛過你的人 你的大腦自己會產生一些功能出來 去欺騙自己 去模糊傷害的記憶 你的人生會比較快樂 所以在心理學的解釋 Maisy的丈夫忠醫師 又或者是細蘇的太太 她選擇原諒她老公 原諒她老婆 就是出軌的老公出軌的老婆 其實也是一種自我釋懷的功能 一種機制 對他們的傷害相對來說會比較小 至少在那一刻他們原諒了她 過了幾年 好像謝霆峰一樣 可能他們找了另一個理由離婚 說性格不合 又說對方可能不能夠照顧自己 或者自己不能夠照顧對方 他們找另一個方法 另一個藉口離婚 他們人生會過得比較舒適一些 如果是一個激烈碰撞的情況下離婚 他們以後的人生會過得比較痛苦一些 所以從自我保護機制的角度來講 原諒對方其實就是保護自己 將來是不是白頭到老 沒有人可以知道 但是起碼她選擇原諒那一刻 其實就是放過自己一個有效的方法 這是第一個角度去講這個問題 第二個角度去講這個問題 就是細蘇找一個人妻 35歲的KOL Macy 看照片好像挺漂亮的 但是按真點下去就是 各花各眼 見仁見智 那麼 為什麼有些男人很喜歡找一些人妻去出軌呢? 按照男人本身大部分都很專一的 無論18歲至65歲都是專一一致 只是喜歡18歲而已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偏偏只是喜歡人妻特別喜好呢? 這是從傳統心理學的框架也可以分析到的 傳統心理學框架當然是佛洛伊德 好了 佛洛伊德作為心理學之父 他創立了很多理論 有些理論已經被否定了 有些理論深化了 其中一個理論深化得比較多的 就叫做伊底帕斯理論 或者叫做戀務情義傑理論 因為一個人小時候的行為很影響到將來的成長 這個其實我自己本身也很有經驗的 稍後可以講講我自己過往的經歷 在伊底帕斯理論裡面 其實是來自古希臘的一個神話 這個神話話說有一個國家 然後 那個王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 會受到上天的懲罰 然後那個預言說 他將來會被他的兒子親生子殺死 然後他的老婆會被他的親生子娶了 結果他聽了這個預言就很害怕了 然後就將自己的親生子帶上了荒山野嶺 拋棄他 弄傷他的腳 讓他走不了走不了路 然後希望在上面餓死他 或者被動物殺死他 但是結果被一個流浪者收養了 然後帶了去其他國家 在另一個國家裡面養育他 後來另一個國家的國王 看到他就很喜歡他 最後就收養了他 成為王子 而這個小朋友長大成人之後 他不知道在哪一處有聽到這個預言 又說他最後會殺死他的父皇 娶了他的母后 結果他很害怕 他離開了他的國家 去到另一個國家 就回到他親生父母的國家裡面 然後在一個意外上殺死了他的父親 殺死他父親之後 那個國家當時陷入大亂了 然後那個國家被一個怪獸控制了 被一個人頭絲身的怪獸控制了 這個人頭絲身的故事很出名 然後人頭絲身是問謎語的 問了一個謎語 大家大家一起回答這個謎語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動物? 早上是四隻腳走路的 下午是兩隻腳走路的 黃昏夜晚的時候是三隻腳走路的 我給大家想一點時間 好了 男主角就說是人 為什麼? 因為早上是四隻腳走路 比如人剛剛出生的時候是四隻腳走路的 是爬爬的 下午就比喻人生的旺盛年紀 兩隻腳走路 晚年就是三隻腳走路加上拐掌 所以他答對了這個故事 最後他平定了國家的內亂 然後娶了國王的老婆 其實就是他的親生媽媽 到後來他才發覺 這就是佛洛伊德用了這個故事來比喻戀慕情義傑 戀慕情義傑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你年紀輕的時候 你小朋友的時候 三幾歲的時候 如果你媽媽過分保護你的話 你對媽媽有一種醫戀的感覺 而這種醫戀的感覺 在你成長的時期揮之不去 到你後來長大成人 你就會特別喜歡一些會照顧你的人 所以如果好像細蘇一樣 四十多歲 他找了十八歲 二十二歲 反過來是他照顧過十八二十二 但不是的 他這個Maisy KOL 他是一個開網店的人 他的KOL不是以說話為主 是以分享一些育兒的產品 一些運動的Bratop 就是講這些東西的 拍這些照片 那麼他賺很多錢的 他開網店據報導 就說一個月至少賺十幾萬 而且生意額有時候會過百萬 所以這也是一個成功的女人 創立了自己的品牌 開過時裝店 因為 舖租太貴了 在網上開網店 然後再自己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有自己的設計 有自己的產品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所以 細蘇找一個35歲成功的女人 其實就是有多少戀武情義傑在裡面了 就是他願意做被照顧的 而不是更願意做照顧人的 其實就是跟他小時候的經歷有關的 其實戀武情義傑 戀父情義傑 都是很多時候在現實生活裡面 都能夠形容到的 比如說我以前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拍拖的時期 都遇過一個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要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你就要考慮一下 至少你要調查一下 了解一下 所以說拍拖為何互相了解 很重要 她小時候童年的經歷 因為我曾經遇過一個女生 她童年跟她父親 關係搞得很惡劣 結果 在我身上 我們經常吵架 後來最終知道為什麼經常吵架 就是因為在我身上 找到很多她爸爸的性格特質 她爸爸的性格特質 她的生活習慣 跟我很相似 在她的眼中 她在我身上看到很多她爸爸的缺點 結果關係很差很混亂 所以如果一個女生 她小時候跟她爸爸的關係好 她長大就找一些跟她爸爸特質相似的男性 關係會融洽一些 相反關係會惡劣一些 所以心理學可以放在生活裡面應用到 很多很仔細的 可以避免很多痛苦 話說回頭 為什麼趙太太會好奇問我 為什麼 怎麼看這個題目呢? 當然我相信她也是好奇的 想知道我怎麼想 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 婚姻是互相了解很重要的 為什麼有些人的婚姻會出軌呢? 其實出軌比率也挺高的 在台灣近年做了一個研究 離婚的夫婦裡面 65% 她承認自己有婚外情 出軌的 當然現代婚姻離婚離離合合是很平常的 但是關鍵是很多人不願意去經營一段婚姻 因為婚姻尤其是現代社會複雜了很多 以前在古代社會 婚姻是一種經濟的依賴 但是現代社會多出了婚姻的經濟考慮 還有很多感情的考慮 因為女性地位的提升 所以現代的婚姻是需要更多的經營 前幾天趙太太才稱讚我乖 她有一天想起 她說 很久沒見過你出街 我第一 疫情當然很久沒見過你出街 她說不是的 想著想著 好像結婚之後也沒見過我 我去街夜過11、12點 我說是啊 結婚之後我真的沒試過 去街夜過11、12點 其實結婚之後我根本不想去街 有些朋友有時候有應酬 第一我盡量帶太太 即使不帶太太 我出去了 我都8、9點想離開了 因為 沒有東西開心她的快樂得到回家 但是很多人為什麼婚姻會幾年捉招 其實離不開就是邊際報酬大減定律 邊際報酬大減定律就是 你做一件事 你做得太多 對一個人對得太久 你對她快樂的產出度是會邊際地下降的 這是人性所言 是沒辦法的 關鍵就是要怎麼可以避免呢? 就是要不斷發掘下去 要不斷發掘兩夫婦相處之間的快樂 要更多去認識對方 才能夠人生若如初相見 才不會無視卑風秋華善 希望大家共勉知 婚姻的事情都是一生人要學習的課題 今天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給個Like、Subscribe和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OK? 今天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Patreon收費平台裡面有聲音檔 有文字摘要 有參考資料等等 今天這篇論文我參考的論文 我都會放上Patreon 最後就是月餅 月餅已經送到我家了 如果你是在HATV Mall訂購 它應該很快兩三天就會送到你家 HATV Mall已經有售的 link在下面的留言 字頂我會放在這裡 這是Make in Hong Kong的月餅 是我和梁志山今年合作推出的 現在賣了六七成 六成多的貨 還有三成的貨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因為去年比我之前 預期賣得慢 當然受到經濟的影響 我也很明白的 希望大家支持 這個Make in Hong Kong 可能成絕響了 希望大家多一點支持 拜拜